哈喽朋友们很久不见我又回来了 感觉有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做一些分享的视频了 所以呢这一期呢我主要想跟大家来聊一聊 美国的音乐学院的博士生都在上一些什么课程 在学一些什么然后怎么样才能够毕业 也希望这一期视频呢能够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们 然后也能更多的让大家了解到音乐生啊或者说音乐博士 在学些什么东西希望大家喜欢呢 那么这个视频呢我大概想分为两个大部分 第一个部分呢就是想要跟大家聊一聊 我们学校的博士生主要在念一些学一些什么课程 然后毕业呢有什么要求 然后第二个大点呢就是来具体聊一下 这个毕业要求里面的其中一个大section 叫做competensive exam 然后简称comps 然后这个这一个要求呢在我们学校是一个最最最最最最重头戏 所以想跟大家具体聊一聊我们毕业的一个具体要求吧 OK那让我们废话不多说直接进入part one吧 说实话呢美国的音乐学院呢对于不同的音乐学院对于博士毕业生的要求呢也是有不一样的一个考量和衡量的 但是呢总的来说不会逃过以下四个大的部分 那么第一点呢就是要完成规定的课程 那么规定的像我们学校呢就有规定的必修课 比如说theory history还有一些专门给博士生设置的seminar 这是我们必须要完成的课程 那么在完成这个课程的同时呢就到了我们的第二点 就是要完成一定数量的音乐会 那么不同的学校对于学生或者不同专业也会有不一样的考量 像我们学校呢钢琴专业的呢就需要完成四场音乐会 其中两场呢是读奏音乐会 然后第三场呢是重奏或者说室内乐的一个合作音乐会 然后最后一场呢是讲座音乐会就是lecture recital 那么像弦乐呢我们弦乐呢就只需要完成三场 就我们不用开那场室内乐就collab的音乐会 就只用两场的读奏再加一场的lecture recital就好了 那么在完成课程和音乐会的要求之后呢 我们就迎来了最最最最重头戏 也是我待会 section 2要重点强调的一个东西 就叫comprehensive exam 那么简称comps 那么comps呢其实是一个笔试written的一个exam 那么我们在我们学校就是一个很重头的一个东西 但是其实有些学校呢其实就考量的东西也不太一样 像据我所知的话我朋友在mahattan音乐学院 他们的comps呢就是research based 就是他们的老师会给他们安排一个题目一个topic 然后他们根据这个题目呢去做很多的research 然后写出来一篇论文 那这个呢就跟我们学校的comps不是那么的一样 对然后在完成comps之后呢就迎来了最后一个要求 也就是第四点就是oral oral呢在中文应该叫答辩吧 嗯也是在我们学校也是挺难的 所以啊完成了这四点要求之后呢 我们就能拿到毕业证顺利毕业啦 我突然发现我忘记补充两点蛮重要的资讯的 那么第一点呢就是关于音乐生博士的这个时长年限 读的这个年限吧就是每个学校呢也会不一样 我也不敢说死了但是呢总的来说一般来说吧 是三到四年的一个年限 然后我也有知道有些学校是远远长于这个年限的 比如说Indiana 它的年限就是明文规定写了好像有六年还是七年的样子 我不太记得了但我就记得特别的长 然后当我看到这个年限的时候当时我想报它 但是就劝退我成功劝退我 那像我们学校呢就课程设置是三年的时长 然后很多人呢读完这三年课程了之后 会利用大概三个月到半年的时间来准备comps 然后考完comps呢再把oral给过了 然后所以整个博士读下来大概就是三到四年这个样子 那么当然了也会有朋友呢 他会把它的课程压缩的特别的紧 然后大概两年到两年半的样子 就能把博士学业给完成了 然后另一个极端就是 有些人他们会对自己的人生有一些规划 就除了读博士之外还会有比如说工作上的一些规划 所以他的博士会读的比较缓慢 大概五六年也会有 所以我们学音乐的这个博士呢 他的毕业时长真的是看个人造化了 好的 那么第二个我想补充的一个资讯呢 就是关于Dissertation的 那么Dissertation呢 其实每个学校也会有要求 那我们学校呢 他的要求呢就是如果你想写Dissertation的话呢 是需要跟学校申请的 就因为可能大家不知道 但是我们学校的Theory和History还有Mythicology 这几个Department 他们的声誉是超级超级厉害的 在在美国这一边 就很多业界的大牛就在我们学校教书 然后其实我是来了之后大概很久才知道 他们原来是业界的大牛 因为他们私底下真的太低调太低调了 就可能穿着那种格子衬衫 然后不太注重外表的打扮也不会怎么样 就很随意很低调的一个老头老爷爷 然后就在课室里面讲课这样子 所以就不太知道 然后后来才发现原来他是业界里面的大牛 然后有外校的粉丝啊 会来我们学校找他们合影 然后也会有以他们名字命名的理论 在这个业界里面发表之类的 所以我觉得我们学校呢 可能是怕我们这种学名写的学术垃圾 太多了就毁了学校的声誉 有点这种感觉 就一定要让我们写申请才能够 让学校去看去审查审核过了之后 我们才有资格去写dissertation 所以我们学校这个要求也蛮奇怪的 但anyways就是我就想说 其实我们学音乐的也需要写dissertation 那么dissertation这个东西呢 其实就是一个论文形式的东西 大概长度是200到300页 也不太一定就几百页的一个论文 然后选一个题目 然后你要挖的很深很深才行 我也看过很多同僚的dissertation 真的佩服 真的太厉害了 好的 那就是这就是我想补充的两点资讯呢 那么现在让我们直接进入part two吧 OK 那第二个部分呢 我主要想讲的呢 就是我们学校的comprehensiveness 这个考试呢是出了名的难 它难在哪呢 主要有两个点 第一点它难在了没有范围 就虽然我们学校有指导性书籍 需要我们去看 但因为这个考试它的题型是怎么说呢 它不是选择题 不是填空题 它更像一种应用题 而且它是把history跟theory两者结合了 所以你其实复习的时候有些东西 你是没有办法去预测的 而且像history这种东西呢 它可以考的角度有很多 哪怕是同一个历史事件 或者说一个历史人物 比如说Brams 我们就说这个作曲家 那我可以考它的生平 它的出生年份 或者说考它的 我会问 跟Brams它的作曲风格很像的作曲家 有哪些 然后问你原因 就反正同一个人 你可以问的东西有太多太多了 那我到时候复习的时候 我具体要知道的东西 会比要考的东西要更多 因为你要有一个联想的能力 去应对不同的考题 所以这个复习起来是其实蛮难的 那么第二点它难在哪呢 它难在了体力活 是的 你没有听错 这个考试对我来说 它除了是一个脑力活之外 它还是一个体力活 就我们学校这个考试呢 它是怎么考的呢 它考两天 一天考六个小时 所以我们要连续两天 考12个小时的试 然后这个考试呢 它是机考 它不是笔写 这个对我来说稍微好一点点 因为如果是笔写的话 那我真的是 因为我就想到 当年考托福的时候 我连续考了四五个小时 我当时出来都快虚脱了 我就无法想象 如果这次考试 我要连续考12个小时 是个什么样子的体验 所以这个考试 它就难在了这两点 那么接下来 在介绍完COMPS之后呢 我就想来跟大家 最后推荐一下 或者说介绍一下 我们学校的指导性书籍 就是我身后的 班不动 一点点班吧 这本书 大家现在看不太到它是什么 就是这个名字 叫做 A History of Western Music 就是大概这个 这是最主要的一本textbook 然后作者是Grout 我在美国这边呢 有学习过不同的textbook 关于history的 那最主要用的呢 是两个作者写的 第一个呢 叫做Taraskin 那么它呢 有两个系列 一本呢 是College Edition 那个就是类似于简易版 或者可以说精装版吧 那一本呢 大概也跟这个差不多后 那第二个系列呢 就是它的一个很长很长详细版的 那一个系列大概有三到四本 然后每一本呢 差不多就是一个period 就比如说中世纪到文艺复兴就是一本 然后classical到romantic就是一本 然后可能二十世纪到现在又是一本 我记得不太清了 因为我大学的时候 学的是那本简易版 就是college edition 大概就一本 那么是Taraskin写的 那么到了Eastman之后呢 我们就换了 变成Grout 就我现在手里这一本 手里这一本呢 其实我更喜欢Grout写的 因为它呢 对我来说 它写的更加的有条理性 就是它的时间啊 还有它的各种的timeline 会组织的更好 然后它的语气呢 写出来的东西呢 会对我来说更加的客观一丢丢 所以我会更喜欢Grout写的东西 然后Grout呢 也是我们学校的一个指导性书籍 就是如果我们要考的话呢 看它最主要是看它 当然Taraskin也很有帮助 主要是Taraskin写的太长了 我实在看不了下去 那么配套着这一本书呢 有三本这个东西 叫Athology 其实里面呢都是音乐普利 还有一些就是一些例子 然后配套着刚刚的本 后的test book来看的 那么这三本呢 其实也就是不同 它们是一样的 只不过是时期不一样 就从中世纪文艺复兴 巴洛克一直到现代 近现代 所以就是这个暑假 我的任务就是把这四本书看了 然后来准备接下来的comps 所以以后 但凡有人跟我讲 音乐生不念书的事情 我真的是 撸起袖子 跟他来理论一下 谁不看书 真的是 虽然可能看的 是吧 可能没有 某些专业的多 但 这么四本书 也是很厚的呀 好了 那么 这个视频呢就到这里了 然后就大概介绍了一下我们 学音乐的博士生 在干些什么 怎么样能够毕业 一一灯塔 希望能够对一些人有个帮助啊 好希望大家喜欢这期视频 拜拜 哦对 视频的最后的最后 我突然有一个小小的想法 就是我想趁着这次复习音乐史的契机 来出一系列的关于西方音乐史的视频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兴趣看 嗯 就是想趁着复习的期间 然后把我学到的或者复习到的一些 关于西方音乐史的小知识 嗯 能够做成视频 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 如果大家有兴趣看的话 就请留言或者点赞咯 好拜拜 这次是真的拜拜了